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的频道 这个是白色的黄穗 说黄穗也很怪 你可以叫它白穗蓝 可是你没这样叫法 其实它就是一种黄穗蓝的其中一种 那这颗产在于菲律宾 这颗非常的香 那它是白色的 那从我拿回来到现在 大概经过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的时间了吧 它还持续的开着花 你看它的穗是长这样子的 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可爱 那这种穗状的呢 它也是从侧面的枝条长出来 它比较特别 你可以看它枝条长这样子 对不对 它从它的侧面的枝条长出来一个花梗 从这里 从这里 你看仔细算是从这里 非常的特别 跟我们通常的开花的方式不是这么的一样 那这种又称为我们通常都叫黄穗 因为也没有其他的叫法 那但是它其实是白色的 它是白色带一些粉红色的 而且重点是它非常非常的香 非常非常香 香味十足 那开花的方式呢 是对称型的开法 然后开完以后就开始掉 所以非常的有趣 是一种很特别的杂鼠型的兰花 那黄穗这一类我最近收的真的是蛮多的 几乎把市面上的可以看到的黄穗都有收回来玩一下 那主要是漂亮 主要是漂亮 然后又充满了香气 这一颗真的是超级香的 非常非常香 我把镜头调近一点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看一下这个 它的花絮 它花真的很漂亮 后面带了一些些的粉色的颜色 然后中间是白色的 所以它的开花非常有趣 它感觉很像摇摇晃晃的感觉 因为有开电风扇的关系 所以它会摇摇摇摇摇 好 那它的叶子其实很像那种根结兰型的叶子 或者是你说江科的叶子也可以 这是直脉型的叶子 然后重生型的 可以看它是重生型的 沿着隔壁 沿着隔壁做生长 刚生出来的刺鞘是红色的 我觉得这还蛮好看的 你看它生出来的刺鞘 带有红色的色素 那我觉得它好像老枝就不会有 而且它久了以后它会掉 上面的叶子会掉 就变成剩下一颗球巾 你可以看到它直接下面是一个球巾 非常的有趣 那这个之前不是非常的常见 不是非常的常见 偶尔在花式可见 这一次也是之前请朋友一起拿的 就是请朋友一起从 它的原子里头拿回来的 非常的有趣 那重点是真的是非常的香 非常非常的香 香气真的是我觉得 蛮逼人的一种 一种很香的感觉 那高度大概是在 二三十公分左右的高度 说大颗不会很大颗 那说小但也不会很小 我觉得 那它开花完以后呢 它会从它的末端 你看它从它的那个顶端 开始吊花 这样就吊一直吊一直吊 吊上尾端有花 那像这个才刚开 这边才刚开 那其实我觉得它的开花方式 有点像牙刷 就是我们石虎兰有种叫牙刷兰 那一类的春天的时候开花的感觉 非常非常类似那种开花的方式 如果你有看过牙刷的话 你就知道它的花型也非常的像 很像很像那种感觉 就是牙刷的开花方式是一横条的 那牙刷还有另外一种品种叫毛刷 它在夏天开 开的是粉红色的颜色 我觉得这种颜色 这个花絮的排列方式就很像 然后软软的枝条带有微微的香气 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不错 那这种应该种植都是在中光的环境里头 基本上黄碎它的原生长环境 应该都在森林的中底层的左右的环境 所以呢 毕竟它并不是在强光的环境 所以你只要给它一点遮网 放在中光的地方 应该就是还不错种 不过这种通常都是在森林中 所以它需要一堆水器 所以在种植的时候 可能要给它足够的水器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我觉得 好OK 那这个就是白碎 应该算白碎 说黄碎怪怪的 因为它是白色的 好你看它新花这样长出来的 你看这个 这个就是它新的花 从那个叶子的顶端长出来 刚开始是重申型的 然后慢慢的会展开 会越拉越长然后展开 非常有趣 非常好玩 它算是一个小小的杂鼠的一种 好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 这个是产在菲律宾的一种 黄碎兰 真的非常多的品种 那每种品种各有它的特色 台湾黄碎有台湾黄碎的特色 菲律宾黄碎有菲律宾黄碎的特色 像这种类似白色的 有人叫做 很少听到人叫白碎 反正就是 黄碎的其中一种 好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罗 拜拜